女总裁让我替她白月光坐牢 我跟她五年 抵不过白月光一句话 陪酒卖笑 那男人俯视我 你知道我和她在一起 都是她替我挡酒吗 同为男人 她是天上月 我是蚊子血 血一回国那天 我正陪着柳如烟谈生意 酒局上 妆容精致的女人朝我举杯 小沈 干了这瓶 我们合作愉快 我未病发作 本想推辞 柳如烟却在背后轻轻掐了我的腰 示意我接下 我只得硬着头皮仰头 苦涩的酒顺着喉咙往下流 像洪水一样在胃里翻江倒海 我不敢皱一下眉头 扯着嘴角将瓶身倾倒 让对方看见我的诚意 刘总 你家这小沈可真是好 能喝又能干 我都想挖人了女人笑的暧昧 众音落在能干二字上 有些轻挑 柳如烟只是浅浅一笑 得林总赏识 也是她的福气 合作到此也算落定 我将手握成全按在胃上 想去趟洗手间 却在转身时听见助理 在柳如烟耳畔低语 刘总 薛义回来了 薛义 这个名字我从未听柳如烟提起过 不 我曾在睡梦中听过柳如烟的一语 发音就是这两个字 辞别林总后 我很开心 牵着柳如烟的手上车 抵着车座想要吻她 被她侧脸避开 姐姐 我疑惑中有些委屈 本来柳如烟答应我 谈下这笔生意 就陪我好好过个生日的 她已经在酒店订好了房间 我们此时该去过二人世界了 沈南 我临时有事 你自己去逛逛好吗 刷我的卡 柳如烟从包里拿出一张卡 递给我 然后开门 上了助理刚开来的车 车里还慢着她留下的香气 皮座上也没有余温 我觉得没劲 把卡扔一边 去药店买了喂药 回家吃了药就睡了 第二天 平时来接我上班的司机没来 他给我发短信 我有点事 沈经理您打个车吧 很快我就知道了 司机的有事指的是什么 我在公司大门口 被一个男人拦住了去路 他一头金发 耳朵上有好几个耳钉 身穿运动装 看起来青春洋溢 像个大学生 你就是沈南啊 我不明所以 没有说话 男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露出一个了然的笑容 听说你在如烟身边五年了 我便知道了他是谁 薛毅 昨晚的几个小时 足够我去调查这个人 没有人敢称柳如烟为如烟 除了那的大家讳莫如深的人 那个助理口中 刘总的白月光 薛毅 他和柳如烟青梅竹马 两家是市郊 几年前两人吵架 薛毅出国留学 和柳如烟断了联系 可他一回来 就能让秩序感很强的柳如烟 放我鸽子 亲自去机场接他 又让一直接我上下班的司机 一早去他家里接他 这样的待遇 实在情深 薛毅听旁边的人 耳语几句 满不在意地问 你也是戏大的 你也 那么他也是了 薛毅的表情嘲弄 对一旁的助理 撇开嘴角 如烟也真是的 就这么想我 连大学也要一模一样的才行 助理偷偷看我一眼 又赶紧冲他陪笑 像一只在绳上 摇摆不定的黑脸蚂蚱 喂 我现在回来了 你也收起把戏 收拾收拾滚吧 在薛毅眼里 我就是一个靠着和他有几分相想 才能爬上柳如烟床榻的爱慕虚荣的小人 第一次见到柳如烟 是我大三的时候 我常常在课余时勤工俭学 途径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咖啡馆里做小事工 咖啡馆的女老板是个三十几岁的姐姐 她给我开的工资很高 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可怜我 可几次在休息室的偶遇 和她明目张胆的肢体接触 让我明白 她对我有别的想法 在决定辞职的那天晚上 我遇见了柳如烟 那天夜色无垠 咖啡馆的暖光灯朦胧 硬在玻璃上 让窗外的世界也染上几分昏黄 一头波浪卷发的女人 撑着下巴看向窗外 眼睫黑如鸭语 脖子白晶修长 她的头发像绸缎一样光滑 看起来需要费时费力 才能打理好 我端着一杯纯净水路过 闻到一阵悠香 不知怎么地手一抖 就将水倾倒在了她身上 我手忙脚乱地收拾 道歉 混乱中触到了她的手 亦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柔软干燥 咖啡馆老板竖着眉毛出来道歉 我忙表示会把女人的衣裳 送去干洗 她笑了笑 抽纸慢条丝里地 将脸上的水渍擦干 说 好啊 她的声音就像老唱片里的歌星 优雅带一丝勾人 她打开包 停顿了一瞬 随后递给我一张名片 柳如烟 她叫柳如烟 我会让人把衣服送去干洗 你买单就好 说完她起身 披上外套离开了咖啡馆 夜色如墨 风起 她的大衣在风中 占出一朵玫瑰 艳丽神秘 我看着她乘车离去 半离之时 咖啡馆老板在我旁边冷嘲热讽 端了一晚上的盘子 总算找到个富婆 泼一泼水了 是吧 小沈 我只当你是坚真不屈呢 原来是嫌姐姐我不够有钱 还想攀高枝呀 她的话我没听进去 拿了最后的报酬便离开了 柳如烟地名片时 手指若有若无地触碰了我的掌心 她的笑容容懵懒暧 似乎和咖啡馆老板想的是同一件事 她觉得我在刻意勾引她 手机号在手 我大可加上她的微信和她聊几句 然后转账 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搜了搜高端干洗店的价格 按市场价朝这个号码的支付宝打了钱 然后再没有任何多余的举动 我和柳如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本不会再有牵扯 可几天后 我又在大学校园里见到了她 她作为优秀校友被请回学校 来给我们做讲座 她的导师和现在带着我的 居然是同一个人 讲座结束后 导师带着她最得意的几个学生 向柳如烟引荐 柳如烟手头的公司即将上市 学生们见到她都有些激动 上前同她握手 我低着头站在最后 却被导师一手把我拽到她跟前 柳如烟 长江后浪推前浪 现在的学生越来越了不得了 柳如烟轻笑 老师的您眼光一直可以的 她从包里拿出名片 分发给几人 学弟学妹们毕业以后 有想来我公司的 我热烈欢迎 发到我时 她的眼神比导师还慈祥 就好像在看出生的太阳 不含任何杂志 柳如烟给我们的名片上面 写着公司地址和一个手机号 这个手机号同那天在咖啡馆时 她给我的 不是同一个 一个是工作号 一个是私人号 柳如烟的意思很明显 我打电话用了哪个号码 就意味着我想和她 有哪种关系 我承认我对柳如烟 有男人对女人的想法 她在夜晚浓烈的相符油画 又在白日清浅似淡漠山水 没有男人能不为她的美貌动容 只是我和她太过遥远 想追她 还远不够格 我有自己的傲气 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手段 接近她 在我的预想里 我会在读完颜后 去她的公司应聘 然后靠自己一步一步往上爬 可老天才不会让我如此轻松 我爸走得早 我妈拉扯我长大 得了尿毒症 每个星期的透析 就贵得很了 好不容易有了肾源 却没钱做手术 办法想尽了 能借的借了 该带的也带了 还差五万 我在学校阳台外面 数了半天的鸟 还是决定给柳如烟打个电话 铃声响了十秒 让人煎熬 在我差点怯场想挂断时 对面接通了 你好 柳如烟的声音 在手机里多了一丝柔和 在我磕磕绊绊说明来意后 她低沈一声 心情不错地说 我给你一个地址 你现在过来 我掌心出汗 直到挂断电话 心还狂跳着 我迅速洗了头和澡 又问室友借了男士香水 打递去了柳如烟给我的地址 那是一个高档小区 保安看见我后 在对讲机里说了句什么 就放我进去了 应该是柳如烟提前吩咐的 柳如烟住的是独栋别墅 她亲自开的门 她穿着家居服 没有化妆 柔顺的卷发散在丝绸睡裙上 一根腰带竖起她柔软的腰肢 裙摆下是笔质修长的小腿 她脚上涂了浅粉色的指甲油 像踩在花瓣上 我处在原地无法动弹 她暴毙歪头看我 忽然凑上前在我脖子上清秀 我比她高出一个头 她做着动作时向前倾 触到我的胸口 还洗澡了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耳后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都在朝上涌 轰的一下 整张脸都红了 柔如烟挑挑眉 利落转身 过来陪我吃饭 我的心高高悬起 又在坐上柔软坐垫时 猛地落下 说不出是安心还是失望 一开始 柔如烟对我 就像对待一个最普通的助理 她让我陪她出门 不工作 唇放松 我们玩了几个地方 美容会所 高尔夫球场 游泳馆 甚至游乐园 她让我给她拍照 明明上镜的不行 却从来不发朋友圈 偶尔被人撞见 她也不解释我们的关系 连最初那样猛然靠近的亲密低语 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紧张地等待着她的下一步动作 渐渐地我才发现 柔如烟的身边 不止我一个人 我们就像来应聘的员工 处在考察期里 一朝不慎 满盘皆输 有一次 柔如烟带我去朋友的山庄钓鱼 一开始鱼总不上钩 她便有些不耐烦 可过了一会儿 居然上来一条三斤多的 接着更是一条一条的咬钩 柔如烟钓了几条后 失去了兴趣 脱下外套躺到人造沙滩上 让我去包里拿防晒霜 有人抢在我前头过去 拿出一管防晒霜 跪坐到柔如烟面前 如烟姐 我来吧 这人叫陈祥 近几次出门 柔如烟都带着我们俩 和我的拘束不同 陈祥是个实干派 什么事都抢着干 生怕柔如烟少看他一眼 我被他挤到一旁 没有说话 柔如烟支起上半身 冷着眸子看他 秀气的 鼻尖微怂 然后嘴角勾起淡漠笑容 好心 他抬手拍了拍陈祥的脸 不再看他 我讨厌滑腻腻的男人 滚吧 陈祥浑身湿漉漉的 连头发都在滴水 听了这话一时争住 我这才明白过来 刚才他看柔如烟钓不到鱼 居然前进水里去 给他鱼沟上挂鱼了 我对他的讨好手段 叹为观止 深觉自己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可惜他的马屁 拍到了马腿上 白搭了这份心思 柔如烟发话 陈祥的脸色瞬间白了 他捏如着嘴唇 却说不出一句话 无怪他不敢出声 实在是柔如烟此时的表情 太过冷漠 气压低到 置身室外的我 都屏住了呼吸 陈祥裹着浴巾离开了 柔如烟回头 神色如常 丝毫不受刚才的影响 你刷卡买了这个啊 他抬抬下巴 我低头 因为他说要来山庄玩 所以今天我穿了一套西装 除了我妈的五万手术费 柔如烟还给了我一张副卡 额度十万 让我买点东西玩 我一直没动这张卡 直到前两天买下这套西装 我想显得成熟一些 可能与他更相配 都说男人从校服到西装的转变 是女人无法抵抗的 柔如烟却不太感冒 回身淡淡道 以后别穿了 太成熟 他说他家里有很多 年轻男人穿的衣服 让我去挑 那时的我不懂 他家里怎么会有男人的衣服 后来才明白 薛义离开他时还是个学生 没穿过西装 他想要透过我去寻找薛义的影子 自然不想看见穿西装的我 过来给我涂防晒霜吧 他说 我收到指令 同手同脚过去了 柔如烟的背很美 他喜欢健身 身上没有坠肉 浑身的线条都很流畅 支起手臂时 背后的蝴蝶骨如意扇动 他的脖子上 系着笔记泥的袋子 顺着脖子往下 就该是山栏起伏 温香软郁 我将防晒霜倒在手心 抹上他后背时 滑腻的手感让我心愿一马 却又在滑向罪恶的深渊之前止步 皮肤接触的几秒内 我的脸爆发出 在遮阳伞下不该有的热度 手里的动作也慢了下来 柔如烟很敏感地察觉了我的异样 侧头看我一眼 忽然问 你是楚男 一路往上流淌的血液在这一刻炸开了 我束手无策 满脸通红地正在当场 柔如烟了然 他的眼睛在墨镜的遮挡下 看不出神色 我的窘迫却一清二楚地展现在他面前 他低声笑了笑 然后问助理 他的体检报告出来没有 前几天 柔如烟的助理带我去医院 做了个全身检查 闻言他点点头 将手机递到柔如烟面前 让他查看 当天晚上 柔如烟带我领略了 何为人间极乐 和柔如烟有了更深的关系后 他开始带我进入自己的社交圈 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富婆新开的主题公园 女人们换了古装打扮 凑在一起玩头壶 行酒令 柔如烟喝得高兴 被我扶着和他们玩飞花令 不论输赢都是一通乱喝 喝到最后眼神迷离 最后被一句第四字带月的诗句给卡住了 我在他身后轻声提醒 人间四月芳飞尽 山似桃花时盛开 柔如烟回头 扯住我的领子 你来替我玩 我有些为难 我不太会喝酒 其实不是不太会喝 而是酒量奇差 小时候 我舅舅拿筷子蘸了几滴酒给我 我就歇菜了 我妈笑话我是一辈子都喝不了酒的命 柔如烟玩在信头上 怎容我拒绝 他瞇了瞇眼 我心头一领 脸上却委屈起来 姐姐 轻抚我的脸颊 柔如烟将我朝前一推 你玩 我帮你喝 那天我流转在姐姐们中间 赢了不知几人 最后为柔如烟赢得了头彩一个翡翠斑翅 柔如烟很高兴 他点脚勾住我的脖子 让我拥着他转圈庆祝 他笑得像个单纯的孩子 眉眼弯弯 夹上飞红一片 我从未见他这样开心过 也从没想过一个叱咤风云的女强人 会有如此可爱又孩子气的一面 搂着他腰的手收紧 我的心中有了妄念 我想要他常常这样开心 当天晚上柔如烟睡下以后 我打开了很久没看的唐诗送刺几锦 一边是他清浅的呼吸声 一边是他喜欢的雨前龙井 我就这样静坐了一夜 此后柔如烟再出门 让我陪在身边的次数比从前更多了 我从助理口中得知 另外几个男人对此颇有微词 可我不在乎 我听柔如烟和朋友打电话时说过 他喜欢带着我出门 虽然男人最重要的是赏心悦目 可文化层次高些 他也更有面子 我深以为然 看书看得更起劲了 我才不管其他男人怎么看我 最好是柔如烟眼里心里都只有我一个 和他们都断了联系才好 柔如烟也如我所期盼的那样 将那些男人一个接一个地打发了 到盛夏时 他的身边只与我一人 他频繁带我出入各类场所 连谈生意也不再避讳我 只有在谈生意时 柔如烟会让我穿上西装陪他见客户 他会亲自给我打领带 整理西装 倒不是我打不好 只是我总盼着能和他多亲近些 就故意装出笨手笨脚的样子 惹他称怪瞪我一眼 他的眼睛细长 睫毛卷翘 眼尾上扬带着魅意 只削一眼就能把我的心 撩拨得又酸又痒 我总会忍不住低头吻他 有时他会碎我的意 但大部分情况下 他会伸手抵住我的唇 别闹 我化妆了 我只好酸酸地想 他的妆都比我重要 每次我们去见的 都是女客户 有钱的女人不像男人 她们大都注意自己的身材管理 和面部保养 而这样的女人 哪怕不失粉带 气色也是好的 穿的衣裳都很合身大气 站着坐着都净显优雅从容 十分养眼 和柳如烟深度合作的一个女总裁 名叫尚晚 她四十出头的年纪 看着却像三十 人如其名温婉动人 在酒桌上谈生意也十分淡定 从不生气 但实际上她如狼似虎 癖好怪异 而且她似乎对柳如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节 柳如烟有的东西她也要有 包括但不限于房子珠宝首饰 还有男人 陈祥离开柳如烟后 去了上晚那里 这些事情就是她告诉我的 老沈 上晚最近老和我打听你 要不你跳槽过来 咱俩还是同事 陈祥说这话时笑得没心没肺 离开柳如烟没有给她造成任何阴影 无论跟谁 有钱她就高兴 而上晚也却如她所说 对我很感兴趣 柳如烟带我去应酬 上晚总爱看着我 她喜欢用各种理由逗我喝酒 柳如烟若是阻拦 她便更加起劲 好在这几个月里我苦练酒量 总算能面不改色地将那苦涩的液体验下去 还忍住不吐了 小沈 你过来帮我看看这个合同 合同明明是该律师陪着看 可上晚让我过去 我不能不去 柳如烟微微点头 我便坐到上晚身边 我尽量离她远些 她却借着酒意一伸手勾住我的脖子 令我向前 清吸一口气 又是木质香啊 上次姐姐送你的足马龙 你怎么不用啊 是不是你们家刘总不需你用 上总你别逗她了 她哪懂什么香啊 都是乱拿一瓶喷完再换下一瓶的 柳如烟但笑着解围 无 上晚凑近些 在我耳边暧昧吹气 既然如此 哪天小沈你想换了 就告诉我 上晚早就把名片塞在了我的口袋里 她一有所指 而我装作不懂 若是我不认识柳如烟 或许我不会无视她的暗示 既然选择了这条路 一个大方的老板 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可不知为何 我从来没有起过任何离开柳如烟的心思 我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哪怕她不在乎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 一直以来 我都把柳如烟当成一个女人来爱 而非自己的金主看待 柳如烟有很多房子 可她从不留人在里面过夜 有需要时 她都会带着人去早就预定好的酒店 完了闹了 第二天离开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 我面对她时都很声色 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 而柳如烟总能在任何场所把握主动权 柳如烟在外人面前总是无间不摧的 她穿着搭配式备好的大牌服装 踩着红鞋底 不染尘埃 她在弹生一时雷厉风行 在公司决策时说一不二 在很多人看来 柳如烟首先是掌握自己命脉的决策者 其次才是一个女人 无人知道她私底下是什么样子 可她却允许我见到了 当时已经入冬 柳如烟提早下班来学校见我 然后一言不发拉着我散了一个半小时的步 把学校走了一圈 路过金融学院时 她把红围巾摘下来套到我脖子上说 戴上 去台阶上站着让我看看 我照做了 在一抬眼时 她一偏过头去看在雪地上乱跳的麻雀了 累了 没意思 回吧 她的鼻尖有些红 我怕她冻着 赶紧把围巾重新套回去 握住她的手哈气 要不要买杯热奶茶喝 柳如烟摇头 家里喝热水吧 我以为她是打算先回家再去住酒店 可到家以后 她拎了瓶酒往沙发上一躺 随手一指客房 衣柜里有睡衣 你去洗澡 空腹喝酒伤味 但我知道她不会听我的 手机下单了她常喝的海鲜粥 我拿了洗漱用品去浴室 吹完头出来时 柳如烟已经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她裹着暖灰色的毯子 小小一张脸埋在里面 露出微红的鼻尖 我走上前想把她抱到床上睡 她听见声响 眼睛没睁 却精准地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开口时还带着好听的鼻音 别忙了 坐下 她让出些位置让我靠边坐了 然后扭了扭身子 缩进我怀里 环抱着我的腰继续睡了 她没化妆 直接睡到天亮也没关系 化了妆必须卸掉才能睡觉 可柳如烟老忘 有时她卸妆高没了 也是我替她补上的 她很忙 这些细致末节的小事 都有我帮她记着 我没有在朝柳如烟 给小区负责送外卖上门的物业 发了消息 让她别按门铃 然后搂着柳如烟发呆 她的睡颜温柔甜静 许是因为闭上了那双明眼的眼睛 她平日的锋利锐俭 只与毛茸茸的眼睫 颤得我心软得一塌糊涂 那晚没有发生任何事 却是我和柳如烟在一起时 最让我无法忘怀的夜晚 微醺的风 闪烁的霓虹 昏暗的房间 柔软的身躯 支起一屋冒着泡泡的梦境 将我托入温柔乡 沉醉其中无法自拔 我想 柳如烟待我和旁人是不一样的 陈祥说 柳如烟对男伴从来不上心 她和上晚相识多年 利益纠缠颇深 上晚身边的男人虽多 她却偏偏总对柳如烟的人感兴趣 上晚看上的 柳如烟都会让给她 一个爱索取 一个不在乎 倒也能和平共处 可你知道吗 那天我听见上总和刘总语音 他开口向刘总要你 刘总没给 不是犹豫 也没有打太极 刘总直接拒绝 说不行 你小子有点东西啊 陈祥的声音八卦的不行 不过刘总这么坚决 上总倒是来劲了 你这个夹心饼干不好作用 柳如烟的人 上晚从前都能轻而易举得来的 如今他不肯给了 这反而激起了上晚的好胜心 他手上有一块地皮 是柳如烟想要的 两人吃了几次饭都没谈下来 上晚电话给柳如烟 要双方各退一步 他愿意接受柳如烟的报价 但有一个附加条件 上晚出地 柳如烟出人 柳如烟打电话时 没有避开我 文言冷笑一声 就为了个男人 上总连钱都舍得 上晚娇生娇气的答 多赚少赚 我都赚了 有钱还是要让自己高兴啊 你说是不是 柳总 柳如烟挂了电话 瞥我一眼 陈卓谋久久不言 陈想做上晚的说课来劝我 你说你让两个大佬 为你闹成这样多不好 干脆你自己挑一个呗 来上总这儿 你选了他 他心里得意 肯定不会亏待你 留在柳总那儿 他说不定会赶怀你的忠心 给你买辆车 买套房什么的 陈想的脑子里只有钱 我听他的语气 脑海里浮现出的 不是他那张帅脸 而是一个 有八块腹肌的算盘 不过你可想好了 上总对男人比较长情 你伺候好了 总能捞到点啥 柳总嘛 我听说从来没男人能在他身边待过十个月的 已经是深秋了 我在柳如燕身边 也有九个月 我打发了陈想让他管好自己 也没有和柳如燕提上晚来找过我这件事 但柳如燕似乎很忙 这次之后连着一个星期都没有再找我 微信也很少回复 都是在晚上聊聊几句应付了我 就说要睡了 我心中的不安予日俱增 直到我们没有见面的第九天 柳如燕忽然给了我一个地址 让我把自己识都好些 然后去见他 地址在市中心 上美大厦 这是上晚的地盘 是一个星级酒店 大一时我班里的同学 曾在那里办过生日宴 听说花费了十几万 不是我这种人消费得起的地方 柳如燕当然不可能是叫我去花钱的 听助理说 上晚手里的地皮好像有买主了 我心情复杂地穿上西装 打车来到上美大厦 助理在门口等我 见我到了把我迎到七楼的一个包房 柳如燕站在落地窗前 微微侧身 耳朵上坠着的保湿耳环璀璨独目 到叫我看不清他的神色了 他手里夹着一张卡 朝我伸手 十九楼 去吧 我直直地盯着那张卡 柳如燕的手不像上晚那样柔嫩娇美 他长得高 手指也是骨节分明 戴着银色的戒指更显冷清 可我曾无数次在动情时吻过他的指尖 见过他的颤抖和迷惘 我以为他带我和旁人是不同的 可他却为了一块地皮 把我随手送给了上晚 也是 地皮多贵 我算什么呢 磨叽什么 拿去啊 柳如燕语气轻快 我眼眶发酸 捏住房卡时竟有些颤抖 不敢抬眼看他 只好马上转身离开 十九楼 是上美大厦的贵宾区 不知道上晚是在哪个房间等着我 我又该对他摆出什么样的表情 我心里的念头百转千回 在被抛弃的悲伤之余 甚至有些后悔没有提前和沉香取经 万一上晚拿皮片抽我怎么办 我能不能逃跑 我进了电梯 还没来得及暗楼层 柳如燕居然踩着高跟鞋跟了上来 我不禁在脑子里产生了荒谬的念头 他是想举办一个什么宠物交接仪式 还是想看着我和上晚在一起 他从来不会这么荒唐的 让我迷惑的是 十九楼看起来并没有很多房间 一出电梯便是一条走廊 走廊尽头是山腹里堂皇的大门 门缝里黑漆漆的 也不见灯光 我走上前去 手刚出到门把上 里面就有人拉开了门 我的眼睛还没来得及适应黑暗 就听见砰的一声响 彩带混着金粉从天花板上飘落下来 接着四面八方亮起灯盏 数十个服务生站在两侧 躬身等待 目光索急的餐桌上点着蜡烛 红酒已倒入杯中 柳如烟牵起我的手带我入座 随着我们坐下 钢琴奏响 服务生举着菜品上前 生日快乐 柳如烟向我举杯 嘴角含笑 我愣住 这些天我心里有事 早就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可柳如烟居然记得 你的体检单上有 他解释 可是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柳如烟眨眨了眨眼 那天你自己说的 忘了 我猛然想起 有天夜里我们聊天 我说自己从小到大 没过过正经生日 都是妈妈 煮碗长寿面 再窝个荷包蛋 就算完了 第一次吃蛋糕 还是六一姐 在学校里蹭的 柳如烟当时沉默了一会儿 说 总会有机会的 没想到 他居然这样 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我本该好好 和柳如烟 说说感谢的话 可千言万语挤到嘴边 却耿住了 柳如烟却没有在意我的别扭 他知道我没吃过正经西餐 就拿着刀叉仔细地教我 眼中没有半分不耐 吃完最后一道甜品 适者将餐具收走 柳如烟站到我身边 为我整了整领带 然后开口 推上来 我忍不住侧头望去 有人推来一个巨大的蛋糕 大到挡住了整个人 直到我面前 我才发现 推着的人 是柳如烟的助理留住 蛋糕后面还有个推车 上面堆着大大小小的礼物盒 柳如烟示意我去拆礼物 我运运呼呼地拆开一个 是我之前舍不得买的平板 再一个 手机 香水 皮带 游戏机 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回头看向柳如烟 他点头 我看过你的购物车了 这里有二十几个礼物 大到单车 小到耳机 他把我购物车里的所有东西 都买回来了 甚至因为我纠结 黑影两色的平板 把两种颜色都加在购物车里 他便直接买了两个 你可以拿给你妈妈追剧用 我再次沉默了 眼中很热 可又不愿在这么多人面前哭 只好抬起头去看窗外 妄图冷静下来 柳如烟体贴地没有再看我 回头问刘柱 照片拍了吗 拍了刘总 视频也录了 柳如烟点点头 对我说 我看我表弟就爱发这些 一会儿让小刘发你 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他居然连这些都替我考虑到了 喜欢吗 我轻轻握了握柳如烟的手 谢谢你 我很喜欢 忍了忍没忍住 我还以为 剩下的话我没有说出口 但柳如烟太聪明 也太了解我 他挑眉 怪不得你刚来的时候那么丧气 你以为什么 我哪敢说 他却不肯饶我 手指从我的下巴一路往下到心口 微微一拧 晚上要好好罚你 我这人护短 上晚挖我墙角 我偏要在他的地盘上为你庆祝 柳如烟正说着 上晚的电话就来了 柳如烟 你好讨厌 你欺负人 上晚的声音倒是听不出来生气 仍是柔柔的抱怨 柳如烟将他那天的话 原封不动的退回 有钱还是要让自己高兴啊 你说是不是 上总 讨厌你 讨厌你们俩 上晚游子不满 柳如烟却懒得再说 把电话挂了 惯得他 小刘 你把礼物装好 安排一辆车送沈南那去 好嘞 离开上美大厦前 柳如烟打算先抽烟 他不爱车里有烟味 我便和刘柱站在大厦前厅等他 我知道今晚的一切都是刘柱安排的 柳如烟的要求一向很高 他也不容易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辛苦你了刘柱 准备这些 刘柱愣了愣 随后满面春风的说 沈先生您客气了 我月薪五万 刘总年终还给我开二十万的奖金 我觉得我不是很辛苦呢 刘柔烟是个大方的人 不管对我还是对其他人 我在柳如烟身边已有一年 那个十月魔咒不攻自破 有人笑称 从前刘总只是没碰见喜欢的 新鲜进过了就算了 而现在这个 是他放在心上的 我对此深以为然 他不喜欢别人动他的车 但他车库里的车 我可以随便开 他从不让人在他家过夜 但我可以 我甚至有一个刻我放置衣物 柳如烟对我的纵容偏爱 显而易见 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好 打算一毕业就去他的公司工作 怎么 打算卖身报答我 柳如烟听我说了计划后 从财报里抬头 给了我一个眼神 即使和他在一起久了 我听见他这种带有奇异的话 还是会不好意思 柳如烟喜欢我的修男 他放下文件 朝我伸手 我走到他身边蹲下 让他捧起我的脸 随意抓揉 我早上吹了15分钟的发型 沈南 你早就卖身给我了 不用急着来公司受罪 你不是想读研的吗 去读吧 我有些犹豫 可是我妈 不早点工作的话 就没有那么多钱 给妈妈好的生活 我也不想一直在 柳如烟的羽衣之下 我希望成长成 和他匹配的男人 你妈妈那边有我 柳如烟温柔地 捏捏我的耳垂 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吧 我垂下眼睫 遮住自己心中的动荡 我喜欢的事 就是陪在他身边 但柳如烟喜欢我听话 喜欢高学历的男伴 他喜欢 我自然要为他办到 他免了我为生活奔波 我无以为报 唯有 更加乖顺 当天晚上 柳如烟用了皮鞭 他抵着我的耳朵 你好乖 娜姐姐 喜欢我乖吗 我吃痛 仍笑着问他 当然 我想 只要我一直很乖 柳如烟就会一直喜欢我 我收到研究生 录取通知书那天 柳如烟不在我身边 他去帝都出差 要过几天才回来 我提前买好了 去帝都的机票 为的就是可以第一时间 当面和他分享喜讯 毕竟我能考上研究生 有一半的功劳是他的 柳如烟并不知道我要去找他 我打算偷偷给他一个惊喜 在哪里 我给他发消息 柳如烟不宜有他 随手给我发了一张建筑物的照片 看起来是个休闲场所 想来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我顺着照片找到了那里 已经半个月没见到他了 心里很想念 再见到他的瞬间 我脸上的笑容便抑制不住 正要上前打招呼 却看见一个男人从转角走出 暧昧地为他擦去嘴边的酒渍 柳如烟靠着墙 手捧酒杯 并没有拒绝男人的靠近 他抬头和他对视 两人的眼中暗潮涌动 姐姐一个人 那男人笑得轻挑 你不也是一个人吗 柳如烟笑 上下打量着他 男人显然对自己的脸蛋 和身材十分自信 看见美女姐姐就不想一个人了 这样放肆的话 我从未对柳如烟说过 我以为他喜欢我的顺从体贴 却没有想过可能温柔体贴他喜欢 放荡匹帅也是他的菜 刚才还在喷喷跳的心 一盆冷水浇了透 滋滋地往外冒着气 这些气无处消散 再看见那男人 去搂柳如烟的腰时 挤爆了我的头 简直暴躁到可以驱动蒸汽火车 我满心满眼都是他 他却在外面拈花惹草 彼时的我完全忘了 自己和柳如烟是什么关系 有什么资格 对他的私生活指手画脚 在他去洗手间补口红的空荡 我从背后扣住他的手腕 轻轻一戴 将他抵在墙上 他是谁 柳如烟被我制住的瞬间 就抬轴反击 认出我后猛地停住 他呼吸有些急促 眼尾被酒熏得微红 可他盯着我的脸 眼神却像是丝毫未沾酒般清明 他冷冷开口 你洗手了吗 他有洁癖 摸过钥匙门把之类的东西 一定要洗手 也要求我这样做 我开门之后还没洗过手 被他一问便愣住了 滔天的醋意 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 戛然而止 见我没有反应 柳如烟便知道了 他抬手挥开我的胳膊 脸色更冷 没洗手也敢碰我 我低下头 气势全无 对不起 柳如烟洗完手 拿指擦干 淡淡问 你专门来找我的 我点头 把被录取的事告诉了他 经过刚才的事一打岔 原本高兴到要放鞭炮的事情 也忽然没去了 柳如烟看过我小心翼翼装在包里的录取通知书 眼里有了一些笑意 不错 一会儿给你发红包 我不要红包 他像不认识我似的偏头看我 若有所思 你 哎呀姐姐 我才去抽根烟的功夫 你就和其他男人勾上啊 我好难过刚才那个男人折返回来 暴毙看我们拉扯 我气不打一出来 他不喜欢烟味 男人惊诧 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不理他 只看着柳如烟 柳如烟揉了揉太阳穴 回头道 我确实不喜欢 你可以走了 男人被拒绝倒也没有生气 冷笑着瞪我一眼就离开了 可见他对柳如烟不是真心的 我这么想 也这么说 他对你不是真心的 柳如烟打开手机轿车 废话 我对他也不是 我对你就是 柳如烟打断我 问 错失 他白手 我发你酒店地址 你点外卖 我不喜欢用外面的 顿了顿 他又说 晚上好好表现 将功折罪 帝都回来后 柳如烟身边多了个男人 某天晨起 我闻到厨房有香味 还以为是阿姨在做早饭 走到厨房才发现 居然是个围着围裙 胸膛伟岸的男人 他穿着一件紧身衣 肌肉烹起 很像最近流行的男妈妈 我心中警铃大作 柳如烟坐在餐桌前看报纸 手边放着两杯豆浆 见我出来 他手指点点桌面 来尝尝 味道不错 自然了 他无需向我解释什么 男妈妈对柳如烟笑得温柔 刘总 你胃不好 我给你做了两种药膳 专门找人学的 你一会儿看看 喜欢哪个口味 好 接着他转向我 这位 一起喝点 我还能说不好 我没有忘记 柳如烟最讨厌身边的男人 争风吃醋 他装得一脸大度的样子 我怎么能小心眼 只是做药膳这种事 以前都是我给柳如烟做的 他有段时间工作忙 常吃不上饭 胃病犯了就吃药硬撑 我心疼他辛苦 就搬到他家备口 抽空给他做饭煮粥 做好了再让柳如烟来取 当然 大部分时候 我都是自己去的 我要亲眼看着他吃了 才能安心 柳主也说 我做的药膳 是很合柳如烟胃口的 可今天这位做的 也得到了柳如烟的夸赞 不错 这个月的早餐 就交给你了 好 你喜欢就好 男妈妈欢欣鼓舞 对了 我还学了一套按摩手法 你晚上想试试吗 柳如烟活动了一下颈部 眉头微醋 行 他们聊得火热 丝毫不在意 有第三人在场 我一默不作声 当晚 柳如烟没有回来 我抱着他送我的抱枕 在客厅沙发哭坐一宿 脑子里一直有个华飞在哭诉 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 有前车之鉴 我不敢和柳如烟闹脾气 我意识到一点 虽然我在柳如烟身边待的时间最久 他待我比旁人多了许多宽容和偏爱 但我并不是他的唯一 在柳如烟身边 不能只有好看的脸和有力的身体 也不是有好厨艺会伺候人 就能留住他的心的 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和旁人都不同 我大学专业是工商管理 研究生学的是金融 学校离柳如烟公司有点远 一个星期只能和他见一次面 但我要的是和他的长久 柳如烟身边的人来来去去 做不了唯一 就做他最无法割舍的那个 后来我真的做到了 在我辅助柳如烟谈下第一个生意 那晚柳如烟回到家后扔掉包 扯着我的领带将我压在门上 眼神里满是欣赏和欲望 忽然发现 你穿西装的样子也很好看 以后别穿运动装了 明天我带你去挑西装 我抵着他的额头许诺 姐姐 我会穿着你送我的西装 为你谈下更大的担子 他将我的承诺堵在唇边 推散着带我进入浴室 浴室的玻璃上留下掌印 我窝在他脖梗间轻声问 我们会不会永远在一起 他慵懒地挽着我的头发 轻描淡写地回答 会啊 傻子 柳如烟说 他要和我一起 把公司做到上市 我从小职员做起 在他的保驾护航下一路高升 做到经理的位置 我们像寻常情侣一样 一起养狗 一起吃饭 一起工作 一起看电影 休假时我们满世界乱跑 在落日的沙滩上狂奔 在夜空下彻夜谈心 在寂静无人处 净险疯狂 我总以为柳如烟是爱我的 我刻意忘记我们的初见 只等攒够了首付 就会向他求婚 可是他骗我 在我们相伴的第五年 薛义回来了 薛义回来后 柳如烟半个月没有找我 平日里公司的工作一切正常 只是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他在这座城市有很多房子 但他只称我们住的那套为家 可有了薛义 或许哪里都能是家吧 薛义嘲讽我 只是喜欢柳如烟的钱 可我爱他 或许比他更早 知道柳如烟这个名字 是在我小学的时候 我家穷得人尽皆知 我成绩又好 所以老师也额外照顾一些 在学校有人来资助困难学生时 老师把我报了上去 后来资助款下来 我妈让我去问问老师 资助我的是哪位好人 要我把名字记住 日后有机会一定要报答 那个人就是柳如烟 我只在十一岁时 见过他的照片 可纵然我们之间隔了十年光阴 我也再见到他的第一眼 认出了他 这是我心心念念 想要报答的人 我想站在他面前 告诉他 他曾经种下的善因 已经结出善果 比起二十岁的青涩 而历之年的柳如烟 更加成熟之性 让我一眼沉醉 在报恩之外 生出别的心思 他是武动的火 哪怕被赤热灼烧 我也想离他近一些 我不在乎薛义怎么看我 却怕柳如烟误会 我早就没有再收他的打款 这些年也送了他许多礼物 可最初我们的相遇 就始于钱财 这是无法更改的现实 我不敢去找柳如烟 他那么在乎薛义 只怕这些天 他给他上了不少眼药 我怕他直接判我死刑 安静打工 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应对方法 几天后的中午 刘主偷偷来找我 他告诉我 薛义在柳如烟办公室 发了大脾气 他发现柳总办公室的东西 都是你买的 气坏了 正发脾气 要柳总全部扔掉呢 我的心瞬间被吊了起来 小声问 那柳如烟扔掉了吗 柳主俯身 更小声地答 我看柳总那脸色 也不是很好 就赶紧逃出来了 不过我出来的时候 听见柳总 让他别闹来着 再说了 你买那桌子 当时搬上来多费劲啊 再挪下去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我和柳主相识多年 也算关系还行 他愿意卖我这个人情 我很感谢他 谢谢你 改天请你吃饭 柳主善笑 哥 放过我 薛义马上来公司上班了 到时候 他连我一起整 我可吃不消 我上有老 下有小的 全指着柳总 给我发工资了 我也知道他说的是事实 低头说 总之还是谢谢你 哎 你小心点 我看薛义 是不会让你好过了 留住点了 预言家技能 柳如烟给我发消息 说晚上有个聚会 让我准备一下 我欣喜 他还愿意搭理我 可下楼却发现 薛义坐在副驾驶上 我缩回要开门的手 沉默着坐进后排 一路上 薛义都在和柳如烟 谈笑风声 说从前 一往昔 言语中 亲密无间 满是回忆 他们独有的回忆 于此而言 我是个局外人 聚会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妇婆们玩玩闹闹 各自带着难办 九国三巡 有人提议 玩一玩很久没完的飞花令 柳如烟家的小沈带来了吗 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 要和小沈争第一的 我起身 林总 我在的 来来来 玩一把 试者取来道具 游戏开始 我坐在桌前 和几个人投骰子 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 往柳如烟那边飘 他窝在房间角落的沙发里 薛逸坐在他旁边 时不时和他耳语几句 他嘴边情着笑 看向他的眼神满是温柔 小沈 你不专心哦 罚酒一杯 柳如烟好胜 原本玩飞花令这种游戏 都是我们合作的 我比赛他喝酒 今天我得自己喝了 没有提前吃药 我喝得又猛 一杯下去 头就有点晕了 失误了好几次 还让人勾肩搭背 摸胸占了便宜 但总归还是赢了 羽人们哄笑着 将战利品递给我 我下意识回头 看柳如烟一眼 他却没有察觉 投靠着薛逸 两人耳并撕磨 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见 林总趁酒醉 把手伸进我的衣领里 又或者他看见了 却不在意 柳如烟 你家小沈赢了 下一场让你旁边 这位来比 柳如烟淡淡道 他不会这个 在场的都完了 不会得喝酒 薛逸小声 在柳如烟耳边说了什么 柳如烟点头 他不能喝酒 我替他喝 哦 众人起哄 薛逸搂着柳如烟 笑得肆意 这一天 大家玩到很晚 留住开车来接我们 薛逸只喝了一点红酒 却满脸通红 吵着嚷着 非要喝柳如烟 亲手买的可乐 在留住惊恐的眼神中 柳如烟竟真的在一家 便利店前下车 去给他买了 柳如烟下车的同时 原本满眼醉意的薛逸 忽然回头 恶狠狠地笑 沈男 出门在外 你得玩飞花令 工人玩笑 我却无需讨好任何人 如烟会护着我 为我挡酒 而你不配 这就是我们的差距 你明白了吗 他对我的敌意 我不甚在意 这么多年 柳如烟身边的男人 对我嫌有和善的 可柳如烟的态度 他的不在意 对我的伤害犹如实质 这晚过后 柳如烟再也没有 私下找过我 薛逸说 他不会再让柳如烟 和我有接触了 他这么说 柳如烟便这么做了 我搬出柳如烟的房子 找了个出租屋住下 等了一个月 终于在和柳如烟 相识纪念日那天 我忍不住给他打了电话 往年我们都会在这一天 一起去江边放烟花的 可电话接通 没有人说话 几秒后 我听见了 仁异智的喘息声 我像被火辽道般 暗断通话 玻璃窗上 映出我自嘲的笑容 何必自取其辱呢 喜欢一个人 不是不见就不相似的 我宁愿每天在公司加班到深夜 偶尔望望柳如烟办公室里 透出的灯光 也比回到没有人气的家里舒坦 我开始期盼开会 因为只有开会时 我可以明目张胆地看他 哪怕他旁边总有血液也无妨 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暗地里也有很多闲言碎语 只是我平时工作做得好 并没有被弄到台面上来说 也算压得住 但人是最爱看热闹的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我和柳如烟的事 很快被其他人知道了 陈祥在上晚身边待了两年后 又辗转跟了几个人 现在已经攒了些家底 准备回老家过日子了 他问我 你是要留下还是和他斗 我从未想过离开柳如烟 可和薛义斗 当时甄嬛传呢 我给他灌碗红花 让他不孕不孕嘛 老沈 我说你也别太绝了 闹得太僵也不好 你现在这工资也不低了 好好工作比啥都强 陈祥劝我 万一那男的真要和你闹 你还年轻 多的是富婆喜欢你呢 陈祥面对问题的解决方法 就是逃避问题 我不能逃 逃了就是把柳如烟拱手让人 五年都过来了 凭什么薛义回来 我就要让他 我决定主动出击 探一探我在柳如烟心里的重量 知道我和柳如烟冷了以后 上晚和林总都照顾我 上晚对我总抱有一丝不甘 而林总是柳如烟新的合作伙伴 看我的眼神一向不清白 只是爱着柳如烟从未明说 我参加了林总的一个聚会 他很高兴 一直劝我喝酒 我很早就想和你好好聊聊了 小沈 九国三巡 林总勾着我的脖子问我 柳如烟让你当总经理 我也可以啊 他给你开多少年薪 和我说说 我一不在此 随口敷衍着他 观察四周 小沈 今天柳如烟也不在 一会儿行酒令 我们俩一组 你也帮帮我呗 好啊 我笑着答应 聚会人多 玩的游戏也杂 我陪着林总玩了一宿 今晚的战利品 是一条爱马仕皮带 林总起哄 要我当场换上 我犹豫片刻 他便上手要替我宽衣解带 要是在别的场所 这是可以直接报警的程度 可在这里 林总的主场 没有人会负他的面子 也没有人会觉得 一个大老板这样 对男人上下棋手 有什么不对 是若就要受欺负 不论男女 都是如此 我没想到林总会这么直接 后退几步 避开他的手 慌乱间抬头 居然在人群中 与柳如烟四目相对 柳如烟像在找人 目光横扫过来 接着您在我身上 带了一丝惊讶 见林总手搭在我腰间 柳如烟的眼神 瞬间锐利起来 像狮子背入青岭地般微眯 高跟鞋 他在瓷砖上的声音清脆 一步步逼近我们 林总 和我的人喝酒 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他扣着我的手 一把将我扯到身后 他说我是他的人 他心里有我 刘总 别小气嘛 你的心肝宝贝 不是回来找你了 把小沈让给我呗 林总酒精上来了 扯着我不松手 搭上柳如烟的肩膀 不愿意啊 小气鬼 那就让小沈 把这瓶干了 否则 我很没面子呢 刚上手的男人 被你抢走了 他为不好 不能喝酒 我心中一动 最近我做业绩很拼 确实喝酒太多 又犯胃病了 柳如烟居然发现了 哦呦 柳如烟 心疼了 林总笑嘻嘻的 那不然你喝 柳如烟不答 接过酒瓶 一饮而尽 在他面前 女人们都有分寸 大家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会为了一个我撕破脸 柳如烟喝酒赔罪 他们便也放了行 柳如烟拉着我离开 拐弯进了一个房间 一进门 我便紧张地 从口袋里拿出药 你胃也不好 怎么能喝那么多酒 现在难受吗 你吃晚饭了吗 柳如烟一口气 喝那么多 也不太好受 闻言冷冷道 担心我难受 就少给我惹事 明明没给我好脸色 我却觉得他可爱极了 他嘴唇上 炼咽着红酒的光泽 我不禁低头稳住 指尖冰凉 惹人色缩躲闪 柳如烟 吻过我的耳垂问 记得我教你的吗 我点头 虚 他拿出手机 我得跟薛义请个假 你可别出声 柳如烟把我调去了 另一个公司上班 所有人都瞒着薛义 我们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小别盛新婚 柳如烟不想天天 躲着薛义来陪我 便安排他去外地出差 只是一个多月 没有回到他的房子里 我却感觉像隔了一年 这座房子里 有太多我们的回忆 哪怕消除了 我存在过的痕迹 也抹不去曾经的记忆 柳如烟的被子很软 我将他扑倒在床上时 整个人都陷了进去 打闹间 我看见床头 放着他们俩的合照 心里一阵恼火 反手将相册按倒 柳如烟没有阻止 反而笑了 吃醋了 我闷闷的答 笨 听话 别和薛义一般见识 他还是小孩子脾气 我摁住他的手 举过头顶 吻在他侧颈 姐姐当他是小孩子 那他也会对你做这种事吗 柳如烟清吸一口气 意外地顺着我 你猜猜呢 这一晚 柳如烟为了哄我 陪我在泳池里玩了许久 然后他成功把自己弄感冒了 还发了低烧 我们双双没有去公司上班 柳如烟躺在沙发上 看我在厨房忙前忙后 你知道吗 你特别像个娇夫 我一愣 什么夫 就是南板田螺姑娘 听我的话 帮我做事 还动不动就吃醋哭唧唧 我不服 我哪有哭唧唧 他踏踏着拖鞋来挠我痒痒 怎么 我不理你的时候你没哭 我手上都是面粉 躲不开它 只好笑着讨饶 好好好 我是 我离了你根本活不了 这还差不多 柳如烟满意了 低头看案板上的面团 这是什么 你不是说想吃红糖馒头吗 我做点 配豆浆吃 丈夫在厨房洗手做羹汤 妻子在一旁笑着玩闹 这便是我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若不是薛逸的忽然出现 这一刻会成为我这辈子最珍藏的一幕 薛逸明明在外地出差 却忽然打开了别墅的门 他来得突然 连柳如烟都没反应过来 如烟 留住说你发烧了 薛逸走进房子里 看见我时愣在原地 三个人面面相去 谁都没有说话 随后一声玻璃破裂的声音 打破了安静 薛逸将手里的东西甩到地上 指着我大吼 你怎么在这里 我很想反问一句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但我没有开口 稍稍往柳如烟背后躲了躲 姐姐 柳如烟安抚地拍拍我的手背 你怎么回来了 薛逸气的眼睛都红了 留住告诉我你生病了 我马不停蹄地赶回来 结果你和他你们俩在 我们怎么了 柳如烟感冒连带着声音也闷闷的 我生病了 需要人照顾 你可以叫我来照顾你啊 你会煮粥吗 你会做我爱吃的菜吗 柳如烟眯了眯眼 加重语气 或者说 薛逸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你知道我爱吃什么菜吗 薛逸懵了 自他回来 柳如烟还从来没有用这种语气 和他说过话 你在外地 我需要人照顾 你宁愿花很长时间回来找我 也不许我找别人来帮忙 好 我顺你的意了 那如果我烧得很严重呢 你就任我一个人在家里烧傻了 也没关系是吗 你的重点是 照顾我的人必须是你 而不是我生病了需要人照顾 对吗 我暗自付匪 真的严重可以打120 但这话我不能说 而薛逸被柳如烟一通问候也傻了 他显然没想到世界上还有120这种东西 如烟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柳如烟背过身去 扶着额头 有气无力 我真的很累 能不能麻烦你别大吵大闹了 薛逸手足无措 那 那我让阿姨来打扫一下 这次之后 薛逸收敛了许多 他自知理亏 没有再抓着我重新回到柳如烟身边的事不放 他送了许多东西求柳如烟原谅 花像不要钱似的一堆一堆往公司里送 全被柳如烟分给了公司女职员 直到每个职员都拥有一束花时 柳如烟原谅了薛逸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柳如烟和薛逸 从来不是两个人 而是两个家族 他们轻微竹马地长大 是因为这是两个家族的选择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会结婚 只是薛逸五年前的离开 为这个婚约撕出了个口子 让我觉得自己有机可乘 薛逸安分了没几天 又开始作妖了 他和柳如烟一起去了趟薛家 拜见了薛老爷子 接着在某天上午 空降到了我现在待的公司 柳如烟亲自带着他到会议室里 介绍给大家 净显重视 最近我们正在和一个空调牌子接触 项目一直是我在跟进 我为此半个月都没睡好觉 甚至没空和柳如烟约会 可薛逸开口就要接手这个项目 我在家拆空调完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空调是什么呢 穷鬼 薛逸满脸不屑 我没理他 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低垂着眼 手上的钢笔转了几圈 淡淡道 沈南 把你手上的资料整理一下 拿给薛逸 薛逸接手 他一个国外回来的花花公子 能接什么 我不信柳如烟 没有看见我满眼的委屈 可他不为所动 轻描淡写一句话 把我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抹去了 薛逸得意极了 仿佛这项目就是他在柳如烟心中 比我重要的证明 离开办公室时 他甚至哼起了歌 怎么 生气了 柳如烟问 我把头扭向窗外 我现在所得的一切 都是柳如烟给的 按理说我不该生气 可情绪如水 慢上来了就难退下 我实在无法忽视他的偏心 和薛逸的恶意 柳如烟把笔放下 绕到我身边 下巴顶在我头上 这个项目就当给他练手了 这次回去见了薛老爷子 我不能不给他面子 至于你 上晚那儿有笔大声音要谈 我交给你啊 转折来得太快 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柳如烟接着说 再说了 你已经半个月没和我一起了 你不想我 今天是你生日 你又忘了 这下我彻底生气不起来了 柳如烟总是记得我的生日 每次我过生日 他都陪着我 甚至还会替我往家里寄一份礼物 因为我的生日也是我妈的受难日 我妈也是知道柳如烟的存在的 但她一直以为柳如烟是我同公司的女朋友 我没有告诉她具体情况 她总让我把人家女孩子带回家给她看看 但我根本没机会开口和柳如烟提这件事 想什么呢 我在想 你对我真好 柳如烟摸摸我的头 傻话 你记着 我们要一起把公司做上市的 好 我们一起 我回身稳住她 薛义什么的 随她去吧 只有我 会永远和柳如烟站在一起 薛义手上有了项目 安分了不少 我也因为和尚晚的合作而忙碌不已 两个人连掐架的时间都没有 薛义回来后 柳如烟频繁地接触薛家 和薛家合作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项目 其实我看得出来 薛家的商业敏锐度不够 虽然曾经辉煌过 但已经渐渐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淘汰了 只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柳如烟有薛家的助力 也会轻松一些 这也是她对薛义如此纵容的原因 我现在已经想通了 她和薛义是有情谊不假 可我这些年的陪伴也是真的 薛义无法逼柳如烟放弃我 正如我从来不敢让柳如烟在我们之中二选一 我们之间维持着诡异的平衡 这个支点就是柳如烟 一旦她偏向哪一方 另一方就会失控 在这平衡之中 薛义的项目磕磕碰碰 终于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 而我和尚晚的合作也步入正轨 高强度的工作使所有人都疲惫不堪 柳如烟想找个山庄休息几天 我在这时接到了大学同学的邀请 有个校友聚会你要不要参加 就当散心了 柳如烟揉着眉心 你别忘了 薛义也是我的校友 那还是不去了 三人行必有一公棍 我也不想看见薛义那张脸 但薛义显然不是这样想的 她拿着邀请信息在柳如烟面前使劲晃 非要她陪自己去参加聚会 我好多年没见老朋友了 如烟 去嘛去嘛 柳如烟熬不过她 刚好又得知聚会里 有一个她想结交的人 就同意了 薛义又来问我 你也一起 我看她这样子就知道她没憋好屁 但又不愿意她跟柳如烟单独相处 只好也答应了 校友聚会很轻松 大家说说笑笑的 仿佛回到了以前年轻的时候 吃完饭后大家在沙滩上玩游戏 有人提议要玩真心话大冒险 轮到薛义时 她将瓶子精准地转到了柳如烟面前 笑着说 我要你场上选一个人 接吻 在场的人哪个不是人精 文言都露出了心照不宣的表情 有人说 好了好了 非礼物事 大家把眼睛闭上 咱们不看啊 我自然不甘心闭上眼睛 可薛义一直盯着我看 我朝她翻了的白眼 不得不合上眼去 闭着眼 别的感官放大 我只觉得周围寂静无比 唯有篝火噼里啪啦地抱着 像激了我躁动不安的心 忽然有一缕不属于海的微风朝我扶来 我闻见了柳如烟身上特有的兰花香味 接着一只温暖的手扶上我的双眼 让我彻底陷入黑暗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 紧接着有一片花瓣那样轻的重量落在我唇上 只是被风吹过那样快的 立刻消失了 我久久无法从这感觉中脱身 直到听见柳如烟说 我不玩大冒险 来个真心话吧 我舒耳睁眼 可她刚才明明 薛义的表情不太好看 显然她想要的是柳如烟当众与她拥吻 可柳如烟不愿意 她也不能强求 只能向旁边解释 她面子薄 有点害羞呢 柳如烟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好像刚才那个穿过半个圈来吻我的人 不是她一样 你问吧 薛义直视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道 你爱我吗 所有人都在这句话中坐着了身体 八卦是人的天性 她们不约而同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 柳如烟在所有人的视线下坦然开口 她说 当然 我将无名指按在自己的船上 就当这是她对我的回答 近来薛义对柳如烟有些穷追猛打 不管她去哪里 她都要跟着 还频繁地让她回家去看薛老爷子 有种山雨欲来的感觉 如烟 我们年纪也到这儿了 该稳定下来了 这话是刘柱听见了偷偷告诉我的 她说薛义恨嫁 想结婚了 让我小心被人挖墙脚 不过你也别着急 刘总还没答应她 刘柱小小声的分析 她除了一个薛家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上次那个项目要不是你基础打得好 刘总又派人全程陪着 就靠薛义自己 飞黄了不可 刘总真要选 怎么也是你比薛义靠谱点 我垂眸 手上泡的是给柳如烟的枸杞茶 她这几天眼睛不舒服 刘柱说的对 也不完全对 单看个人 或许薛义不能创造比我更大的价值 可她背后有薛家 我再怎么努力 也不可能比薛家更强 薛家能给柳如烟的人脉资源 是我拍马难及的 何况 薛义到底是柳如烟的青梅竹马 她对她始终有情义 而且 柳如烟太爱她的事业了 她不会允许任何人 哪怕是她自己挡着公司的发展 当情义与事业和于一人身上 便是我没有安全的最大原因 我把枸杞茶送到柳如烟办公室 听见她在和部门经理谈话 你看着点薛义 别让她乱来 不懂得就叫 交学费空在两百万内 再多 不行 部门经理应下 离开 我问 薛义怎么了 柳如烟醋梅 最近有点投机取巧 可能是你的工作做得好 刺激到她了 薛义只是被家里惯坏了 没事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她是这样说的 可事实上 薛义根本不是被惯坏 她是无法无天 目无法记 可惜等我们发现时已经晚了 柳主惊慌失措打来电话时 我和柳如烟正在吃饭 她接起电话 几秒之内沉了脸色 我知道这是出大事的意思 可我不知道 这件事也和我有关 准确地说 是柳如烟决定让这件事和我有关 你让我去替薛义 我不敢置信 这是违法犯罪的事情 是会跟我一辈子的 从商不看这些 柳如烟双手交握 面色已经平静下来 薛义接触的领域和你是一样的 我可以通过一些操作让你去接替 你放心 最多三年 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律师 我看着柳如烟 不说话 这是她最喜欢的餐厅 和最喜欢的位置 她说在这里可以将一切尽收眼底 掌控在手 柳如烟很爱做着发呆 她曾经在这里做过许多重要的决定 每一个都让她更上一层楼 现在她对我说 要我替薛义去坐牢 柳如烟 年少的情意在你心里就这么重要吗 那我算什么呢 哪怕我们相识多年 也抵不过你们青梅竹马 她是天上月 我是蚊子穴 对吗 沈南 你不明白 这不是我和薛义之间的问题 我知道这是你很难接受 但我也没有办法了 我马上就可以拿到薛家的股份了 薛家和我有合作 薛义父母走得早 她自己也不成器 薛老爷子已经属意让我辅佐薛义了 她不能进去 薛老爷子会受不了的 我们的公司离上市就差一步了 你舍得吗 这是我们很早之前就说话的 对吗 我们要一起把公司做上市的 你替薛义去吧 只要三年 等你出来了 我们就结婚 柳如烟从未这样求过我 可哪怕是恳求 她然是高高在上的 她的眼尾微红 像是舍不得我的样子 可我知道 其实是我舍不得她 我舍不得她为难 舍不得她多年努力功亏一篑 爱的那一方 都会输的 柳如烟看似卑微 实则胜券在我 我拜托陈响照顾我妈 她收手后去我老家定居了 我们这些年也算是朋友 你要去坐牢 你疯了 可是柳如烟需要我 你没事吧 她让你去你就去啊 陈响的声音在电话里 像批了叉似的 尖力极了 她爱我 沈南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我沉默 我可能确实有病 柳如烟就是我的药 没有她我会死 她是我的梦想 我的欲望 我的执念 凡她所求 我有的 就不会不给 我进去三年 柳如烟只来看过我一次 可以理解 来得多了 惹人生疑 她看起来憔悴了一些 对我说 还有一年时间 我等你 她虽然来得少 臣想却常来 每次来都给我带些书 和我聊聊外面的事 防止我和社会脱轨 那谁逢年过节 都给你妈寄东西 亏得她 你妈还真信了 你去非洲工作的事 还说苦了她等你三年 我眼中酸涩 哑着嗓子问 薛义呢 陈响表情复杂 上次偷偷问了刘柱 她说这俩老吵架 薛老爷子命不久矣 薛义又不成气后 她也算是脱姑给柳如烟了 不过柳如烟齿骨越来越多 却一直不和薛义领政 她着急呢 我嘴角勾起笑容 好 她再等我 我出来那天 柳如烟没有来接我 柳柱站在一辆麦巴赫旁 拿着柚子叶 给我全身都扫了一通 然后带我去洗了的澡 又马不停蹄 敢去成衣店定制新衣 小沈总这几年身材管理管理 没落下呀 柳柱边拿手机回复消息 边和我闲扯 我问 小沈总 她点头 柳总说的 你出来以后排场必须要大 她手底下有一个小公司 直接给你接手了 接着她按面手机 拍拍我肩膀 眼眶有些红 这几年辛苦了哈 我没注意她的情绪 只想见柳如烟 她人呢 在公司呢 送我去见她 进去前 我带的东西很少 出来后都扔了 唯有一张总是放在胸前的照片 我保存的很好 三年了 我终于可以见到真人 而不是冷冰冰的照片 柳如烟的办公室布局 还和从前一样 我一推门 便看见落日于灰下闭目养神的女人 太阳照在她瓷白的皮肤上 像上了层幼般温柔 一如从前 仿佛我们这三年的时光并未分离 我只是下楼为她买了一杯咖啡 古人云静香情更切 我虽然推开了门 可真看见这张朝思暮想的脸 却不敢说话了 我是不是变老了 她身边有没有新人 三年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东西 包括人的感情 我没有出生 柳如烟却感应到了什么 落日下她缓缓睁眼 像一出慢镜头般转过头 目光落在我身上 好久不见 我说 柳如烟只看了我一眼 便伸出手 将我扯到面前 不管不顾地吻了上来 她的办公室里间是个休息室 她扯着我的领带将我推进去 锁门 扒衣服 一气呵成 三年未见 我们尽速思念 难舍难分 晚上回家吧 柳如烟靠着我的肩膀问 好啊 她轻声说 我现在也学会煲汤煮粥了 今晚尝尝我的手艺 我回到阔别一九的家里 吃了柳如烟煮的粥 两个人洗漱完了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 柳如烟问了我一些里面的事情 问着问着就沉默了 你辛苦了 为了你 我愿意 柳如烟眼眼里漫上水雾 低着我的额头说 笨 不合时宜的铃声打断了我们的交谈 是薛逸 今晚她已经打了无数个电话了 柳如烟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将手机调成静音 继续说 这几天我叫个人来和你说一下公司情况 你再熟悉一下外面的环境 等适应好了就可以去公司上任了 好 怎么只会说好 我沉默了一会儿 在里面习惯了 她摸摸我的脸 再忍忍 等等我 我都知道 我心里一热 按着她的后脑又贴上去 将她扑倒在沙发上 柳如烟烟烈的回应着我 忽然别墅的门铃响了 刘总 刘总 是刘柱 她冒雨过来 带来一个消息 薛逸要自杀 其实大家都知道 薛逸是不会真的死掉的 可她要寻死 柳如烟不管 怎么对得起脱固的薛家 对不起 薛逸这样发疯我必须去看看 已经围了很多人了 柳如烟起身去拿外套 你在家待着就行 我还保持着刚才的动作 你会回来吗 柳如烟说 当然 这一晚暴雨 柳如烟出门后 我哭作一夜 像当年一样 她没有回来 可能 事与太大了吧 柳如烟最开始 并没有直接让我掌管一个公司 她找了个跟她很久的老陈带我 老陈说 薛逸前几年 一上来就当的总经理 这话的言外之意我懂 柳如烟在捧杀她 薛总不得人心啊 她又傲 不听劝 做的项目赔了好多钱 再后来 柳总就不让她干重要的活了 不过我看薛总挺开心的 她还觉得柳总体贴她呢 我知道柳如烟是想让我稳扎稳打 慢慢掌权 但薛逸不这样想 沈南 你别得意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 不过是如烟觉得内疚 对你的补偿罢了 可薛逸渐渐意识到 柳如烟对我 远不知补偿那么简单 她买了新的别墅 和我一起搬入新家 我陪她回旧房子拿东西时 被薛逸堵在门口 她带着一堆人放彩带气球 向柳如烟求婚 柳如烟的语气里带着疲惫 薛逸真的嫌就给我去做生意 别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 薛逸手里拿着粉色气球 嘴角的笑容渐渐淡去 她冷声说 如烟 你变了 不 是你变了 柳如烟说 曾经的你 会为了我好好学习管理公司 现在呢 你除了争风吃醋 还会做什么 你连让我省心都做不到 还好意思说爱我吗 我不爱你怎么会向你求婚 我不想和你吵架 你先出去 柳如烟淡淡说 薛逸怒急返校 你让我出去 如烟 这是我们的家 你要我去哪里 她回头指向我 是因为她 你被她下降头了吗 我懒得和她拉扯 牵起柳如烟的手要进门 却被她一拳轰在右臂 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和薛逸打了起来 起初柳如烟还劝了两句 但我们俩情敌见面分外几眼 没听她的 薛逸还不小心推散了她 她便坐上车走了 让刘柱过来给我们录视频 刘柱边路边喊加油 还说要发到网上去 我实在觉得太丢脸 狠狠推开薛逸 停下步打了 各自挂彩 十分狼狈 心里的气还堵捉 可再打下去也不是办法 薛逸领走时 恶狠狠地瞪着我 让我走着瞧 打架之后 我有几个月没见过薛逸 刘如烟偶尔也会去找她 给她顺顺毛 她从不和我提起她 我便也当这人不存在了 比起薛逸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要向柳如烟求婚 准备求婚那天 我和柳如烟 约好了在我们长区的海边见面 我在那里准备好了一切 在回总公司拿东西时 我在地下停车场碰到了薛逸 她看着比从前沉稳了些 但很不正常 因为她见了我却没有骂我 我懒得理她 她却拍拍车身 上车 什么 我想通了 上次那件事是我的错 我要和你道歉 薛逸说 你上车 我们一起去见如烟 当着她的面我向你道歉 一起 我抓住关键词 薛逸沉着脸 我既然打算和你化干戈为玉帛 自然是亲自来接你 比较能凸显决心 薛逸脑子有问题 想法一阵一阵的 但是我不信她会听柳如烟的话 跟我和平相处 我摆摆手 不用了 我是来通知你 不是和你商量的 薛逸的表情陡然凶狠 她一个箭步冲向我 我下意识地躲闪 我以为她又要和我打架 却不成想她一手死拽着我 另一只手猛地捂住了我的口鼻 粗糙的布料附上脸 刺鼻气味瞬间充斥鼻腔 我来不及思考就陷入了黑暗 不知过了多久 我是被海浪拍醒的 浑身冻得僵了 连脑子也一时转不过来 我缓缓地挪着脖子查看四周 摸索间发现自己被捆在一根木柱上 脚趾粘了一点地 脚下是悬崖 背后是大海 木柱被固定在一个 撞死天平的巨大的架子上 另一边也有根木柱 但没绑人 刚醒来的惊慌过后 我才后知后觉地感受到疼痛 我穿的还是早晨换的白衬衫 可现在已经被雪 阴成了一块一块的粉红色 有人拿刀在我身上割了许多道口子 导致我湿血过多 头脑昏沉 偏生冰凉的海水又狠狠地拍在我身上 盐分顺着皮肤上细密的血痕渗入 疼得我呲牙咧嘴 哟 醒了 是血液的声音 他从雾里走来拍拍我的脸 接着用刀在上面划了个叉 刀片划过皮肤 血液流出 我甚至已经感觉不到血液的温度 他绑架我到这里 到底是要干什么 我张开嘴 却发现自己嗓子干得像沙漠 除了嘶哑的一压声 根本无法说话 我心中一沉 接着听见迷雾中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沈南 你在哪里 是柳如烟 我本来是和柳如烟约好见面的 薛逸将我绑来 他自然很快就能发现端倪 听见柳如烟的声音 薛逸表情一僵 接着兴奋起来 他将刀随手一扔 搓了搓手 站上了天平的另一边 几下将自己和木柱捆在了一起 趁他捆绑的空荡 我偷偷将脚下的刀 踢向柳如烟声音的方向 希望他能看见 如烟 我在这里 薛逸大喊 不 这是一个选择题 不 这是一个选择题 柳如烟 柳如烟 歪了歪头 表示不解 柳如烟 这个问题我问过你很多次了 但是你总逼而不答 今天 我要你回答我 我和沈南 你到底爱谁 遥控器在你手里 你按下哪边救了谁 另一边就会立刻掉进水里 粉身碎骨 薛逸笑的癫狂 不要妄想救下两个 两分钟后 我们会一起掉下去的 柳如烟后退几步 你疯了 我 还是他 你想谁活着 又或者 你要看着谁去死 我本就被风雨打得睁不开眼 在薛逸的尖利嗓音中更是头痛欲裂 我转头冲他嘶吼 薛 你他病 断断续续的话 薛逸却听懂了 我有病 那也是被你逼的 薛逸怒吼 要不是你 如烟不会厌倦我 他本来已经是我的老婆了 和他说废话是没用了 我一直在努力挣脱绳索 可他给我绑的结是有技巧的 我的手腕血肉模糊 却是越振越紧 我一边自救 一边冲柳如烟喊 刀 地上的刀 可我的声音太嘶哑了 他根本看不懂我的意思 风雨迷了我的眼睛 柳如烟手里拿着遥控器 身后的迷雾中有灯光照来 应该是他喊的警察 可是来不及了 从薛逸说话时我就开始倒数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 可惜柳如烟没有注意到我踢过去的刀 也没看出我的口型 否则他拿了刀过来割断绳子 心虚我和薛逸都能活下来 死两个还是活一个 柳如烟是个生意人 他不会不知道该选哪个 问题是让谁死呢 柳如烟站在原地 看着我和薛逸又是整整三十秒 他在风雨中显得飘摇不定 轮廓上蒙了层光 看不清神色 可我无端感觉到了他的悲伤 柳如烟举起遥控器 将手指附在了按钮上 我的心也随之高高悬起 一时间竟不知是死亡的威胁 还是他的最终选择更令我恐惧 左边是薛逸 右边是我 柳如烟的头 微微侧向薛逸的方向 他开口了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 紧接着我看见他手指向右挪动 按下了右边的轰 目注请客离开天平 失重感瞬间卷席而来 我甚至来不及挣扎 电光石火间 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薛逸那么自私的人 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命交到任何人手上 他这么恨我 自然是希望我赶紧死掉 又怎么肯让我有被柳如烟选择的机会呢 不管柳如烟选择谁 掉下去的只会是我 我是必死的结局 薛逸 你他妈就是个老六 在入水前 我看见薛逸撞四颠狂的趴在岸上大笑 也看见柳如烟扑到他身边 低头大喊 他的发在风中狂舞 像受伤的野兽 他似乎在嘶吼着 可刺骨海水将我吞没 我听不见了 差一点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人死后的灵魂并不会马上消散 有的人选择立刻投胎 有的人则留在原地迟迟不散 我死后 柳如烟将薛逸送进了监狱 而我的名字成为了整个公司的禁忌 每一年 柳如烟都会去悬崖边祭奠我 他会在那倒一杯酒 自己也赔一杯 他总是沉默着来 沉默着走 留住还跟着柳如烟 我每次都会看见他劝柳如烟吃饭 可柳如烟从来不肯理会 有一年 跟着他来祭奠的人不懂事 对我出言不逊 柳如烟大怒 将那人开除 从此再无人敢对我说三道四 他的公司终于上市了 可他并不快乐 他千方百计得来的一切 似乎都索然无味了 我们说好的 要永远在一起 如今我不在了 柳如烟只剩一人 他坐在那高高的位置上 高处不胜寒 撒进杯中酒 我听见他问 沈南 你为何不入梦来见我呢 到最后 他不过是拥着那些 常人永远无法得到的财富 一个人独享无边寂寞罢了 他是爱我的 对吗 郑文婉 柳如烟翻外 人不为己 沈南死后 有许多人来宽慰我 他们说 人死不能复生 他们说 不要太难过 要顾好你的身体 他们说 沈南也不想看见你这样消沉 只有刘柱 沉默着接过沈南 曾经为我做的一切 按部就班的为我处理公司事务 他一毕业就跟在我身边了 我很喜欢他的眼睛 哪怕工作了那么多年 还是亮晶晶的 像玻璃一样清透 只有刘柱敢在我独自悲伤时 过来找我 刘总 这个项目得您签个字 他不怕我先桌 不怕我发脾气 我想 我身边有过那么多男人 其实只有他 是懂我的 留住跟着我 看我和许多男人交往过 沈南最初 和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不管他看见我时 是见色起义 还是蓄谋已久 我都不在乎 毕竟想靠近我的人太多了 他们为财为色 又或是竞争对手 派来是美男计的 其实都不重要 玩玩而已的人 怎样都行 我看着沈南和我玩 欲擒故纵 很多女孩子 看什么霸道总裁 总以为自己的 桀骜不驯与众不同 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其实再多的把戏 他们也见多了 无论你做什么 与上位者来说 都如跳梁小丑般可笑 男人女人都一样 不过是沈南 长在我的审美上 我愿意陪她玩一玩 其实她也没撑多久 就给我打电话了 理由是母亲生病 也行 最初 我待她和旁人并无不同 我喜欢沈南的羞男青涩 喜欢她看我施可慕的眼神 喜欢她单纯中带着自己的小心机 就算是有所图 她也是我用过最好的男人 听话温顺 所以我让她在身边很久 久到她看我的眼神 渐渐不再掩饰 久到她对我产生了占有欲 久到她以为 只要努力就可以够上我 和我在一起 留住对我的男人 一向迟着过段时间 就是陌生人的态度 所以她也曾在我说 要给沈南办生日会时 浅浅地吃惊过 但很快又恢复了淡定 问我 那您要放在上总那办吧 你看 她就是知道 我想借着这事挑衅上晚 我是突发奇想要给沈南过生日的 他们总在背后议论 说我带沈南和旁人不同 说得久了 我倒也想看看 我可以为她做到什么地步 我小时候也很少过生日 我爸妈总忙着赚钱 没空理我 每次生日 都让阿姨带着我和钱出门大买特买 可问题是我平时买的够多了 买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所以当沈南告诉我 她的生日愿望是拥有一个蛋糕时 我觉得稀奇有趣 我将我父母曾经对我的那套班来 用在她身上 她很感动 我小时候没有得到父母的陪伴 我将陪伴和礼物同时奉上 看见沈南笑容的同时 曾经心里那些愤懑也消散了些 其实也不过如此 得到了也没什么可开心的 但沈南很感动 她看起来恨不得当场嫁给我 而我却有些逆味 所以去帝都出差时 我主动招惹了一只小狼狗 本来一切都顺利 我和那的年轻人心照不宣 明了彼此的需求 可沈南忽然出现了 她将我抵在墙上时 眼尾烟红 我瞬间有些兴奋起来 这是和平日不同的她 若她能一直发疯 不依不饶 我会很乐意陪她闹一闹 可惜她纯良的项路 就是有了脾气 也只会委屈地扯几片叶子撒气 可怜巴巴的 这次之后 沈南再没和我闹过 她离不开我 为了我 努力学习 努力工作 而我也把她当成一个下属 让她为我打工的时候 顺便解决一下个人问题 十分资本价 我总让沈南朝着薛义的样子去打扮 但其实薛义这个人 在我脑子里的印象早就模糊了 我只记得她朝着让人要的风湿病 便让人买了许多差不多的衣物 放在家里 给沈南用 其实沈南更适合穿西装 她长得比薛义高些 身材也更好 穿上西装后 会有难得的锐利锋芒 让我沉迷 所以在她谈下第一单生以后 我不再执着于让她模仿薛义 薛义不配了 后来我的公司越做越大 薛家渐渐失弱 他们终于坐不住 让薛义回来了 我是个生意人 但人活在世 总要有在意的东西 我在意钱 钱真是我的软肋 所以我还是在意薛义吧 薛家还有用 我怎么能不在意他呢 辛辛苦苦打拼 再去开拓一个新领域也很累的 还不如拿薛家现成的来得痛快 我和薛义青梅竹马 所有人都知道 她是我不能提及的白月光 我年纪比她大 凡事总让着她 其实薛义从小就是跋扈的 对我也不算热络 可我爸说了 我们俩以后是要结婚的 为了家族利益 那么我就一定要对她很好 让她习惯我的好 薛义不成器 薛家总要有人继承的 我不显得那么爱 又怎么能让薛家放下心 把一切交给我打理 抛下沈南那晚 她曾问我 年少的时光 就那么难放下吗 她的多年陪伴 就抵不过薛义一句话吗 我觉得可笑 嘴上却说 我对薛义有情 什么情 纵使我们一起长大 我曾对她有过一念 也在她抛弃我 去国外留学的 那刻小米啊 哪有那么多 殷勤而生的误会 只不过是当时柳家示弱 薛家觉得联姻不划算 就借着我们吵架 送走薛义罢了 薛义又凭什么觉得 几年没见我会一直爱她呢 还不是因为我逢年过节 都坚持为她寄礼物 在我们常去的地方发酒疯 又跑到薛家为她敬笑道 我的执着 连薛老爷子都为此动容 薛义对沈南反应很大 不许我和她在一起 我权衡利弊后 决定放弃沈南 虽然这些年在一起久了 也有些勤奋 分开的也不习惯 但人本来就不可能 永远在一起的 只是我没料到 我对沈南还是有一些在意的 留住告诉我 她被林总为难时 我还是决定过去解围 这个男人就算被欺负 也得是我来欺负 我和她小别圣新婚 背着薛义在一起颇为快乐 那一晚后我决定不委屈自己 去委屈男人 所以我在生病时 受益留住给薛义透露消息 让她撞上我和沈南的亲密场景 有了刺激 薛义才会急着要和我结婚 我所图一直是薛家的股份 为了薛家 我不惜让沈南替薛义坐牢 这三年 我没去看她 也有了新的男伴 只是沈南跟我多年 默契是其他人比不了的 所以我身边的男人来来去去 从没一个能超过三个月 还是沈南好啊 我在某天醉酒后感慨 留住给我泡来醒酒茶 好久没见您这样了 我喝了口茶 是我喜欢的温度 也是没办法的事 对了 小刘你结婚是什么时候 我给你包个大红包 刘住就笑了 谢谢刘总 我难得多嘴一句 你的房子 是婚前财产吧 是 刘总放心 指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要做婚前公证的 行 沈南快出来了 你做好接她的准备 嗯 刘住办事 我一向放心 我不放心的是薛义 薛家建在我手 她最近很没有安全感 老想和我结婚 傻子才结婚 薛义是傻子 还是个疯子 她把我不和她结婚的原因 归于沈南 把她绑架了 要我去海边找她 我报警后赶到了海边 薛义和沈南被捆在天平两端 摇摇欲坠 也不知道薛义 从哪里弄来这样搞笑的发明 看见遥控器时 我真的吓了一跳 我以为那是炸药 当即后退了几步 强行压着想转身就逃的冲动 我问薛义这是在干嘛 她要我在她和沈南中间二选一 沈南朝我踢来一把刀 上面还有血迹 应该是薛义拿来刺她了 她想让我拿着刀去割断绑着她的绳索 目光中满是蹊跡 可那是悬崖 太危险了 下面的礁石灵循凸起 万一薛义发疯过来阻止我 推荡之间就可能掉下去摔死 我根本没打算上前就她们任何一个 我拿着遥控器权衡利弊 其实在听见薛义说二选一的时候 我就决定了要放弃她 她根本无法带来沈南能给我的利益 可惜薛义也是个惜命的人 或许她觉得我很爱沈南 想让我痛一痛吧 在我按下按钮选择救沈南的同时 她便掉了下去 她的眼神充满仓皇 那一刻我没有控制住自己 冲到了悬崖边 风浪太大 我的眼睛被水糊住了 什么都看不清 想想真是后怕 说不难过是假的 可是这世间有太多美好的事 我怎么可能一直记得她呢 心里那点微不足道的痛 总会忘的 薛义坐牢前问我 你爱过我吗 我满眼悲伤 当然 她吼道 你爱我 就为我请最好的律师 我不要死 我擦掉眼泪 可是小义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你杀了沈南 我怎么能救你 又是一年 沈南的忌日 我照例去悬崖边际酒 回到车上后 刘柱说 刘总 这次准备了三套晚礼服 您看看晚上的慈善晚会 你要穿哪套 我瞟了一眼照片 银色的吧 银色像月光 就和沈南一样 慈善晚会上 我穿着高定礼服 脖子上挂着价值百万的项链 一个人落寞的饮酒 刘总 一个人嘛 这声音 让人误会 我睁开眼 觉得自己有些醉了 沈南 您说什么 年轻男人脸带笑容 看起来是那么唇良无害 可我知道 这个表情 他起码对着镜子练过千百次了 他的眼睛和沈南是那么像 没什么 认错人了 我深深凝望 这双鹿一般的眼睛 抬手触碰又堪堪停住 我也对他露出一个笑容 是啊 我一个人 谁都知道 我是爱沈南的 谁能说不是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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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